给大家讲了一节课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一乌与这三个单育母 再和两个生母一乌放到一起来讲 接下来呢 咱们看下边一张图片 在这一幅图里边呀 藏着好多的字母 其中有单育母一乌与 还有生母一乌 请小朋友们找一找 它们都在哪里 好 揭晓答案下一张图片 看到了吧 单育母一 在衣服的旁边 一件衣服 一 一 乌呢 在乌龟壳上 乌龟 乌龟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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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鲤鱼的旁边 鲤鱼 土炮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单育母 乌 那么乌呢 是一个树叉 它的样子呀 就像一个树叉 一个树叉 一 一 一 乌呢 是在 房顶 在房顶这个位置 乌顶相连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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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学习单育母一 再来复习一遍吧 单育母一呢 它在 上中格 有两笔完成 一笔数 第二笔点 牙齿对齐 一 一 一 我们自己来穿衣 牙齿对齐 一 一 一 我们自己来穿衣 第二个 看乌 下一张图片 这个 在学乌之前呢 咱们把一的四声 来读一读 把一的四声 跟老师一起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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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图片 我们一起来学习 单育母 乌 小小乌龟 乌 乌 乌 小小乌龟 乌 乌 乌 下一张图片 我们来学习乌的四声 乌呢 它占中格 有两笔 有两笔完成 一笔 树又弯 第二笔 树 跟老师一起读四声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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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一定要把小嘴巴撅起来 啊 小嘴要突出一点 乌 读的时候 嘴巴撅起来 露一个小口 然后你的舌头呀 要往后缩 乌 乌 下一张图片 小鱼土炮 鱼 鱼 鱼 小鱼土炮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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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上中格 它呢 有四笔完成 第一笔 树又弯 第二笔 树 第三笔 左点 第四笔 右点 好 咱们一起来读 鱼的四个声调 跟老师一起读 下一张图片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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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图片 读鱼的时候 要撅起小嘴巴 鱼 而且呢 你的舌尖 是抵着下尺背的 舌尖抵着下尺背 小嘴巴 小嘴巴 撅起来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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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图片 像个树叉 一 一 一 像个树叉 一 一 一 这个一呀 我们叫它大一 它是一个生母 它是一个生母 它占中下河 有两笔完成 第一笔 右写 第一笔 右写 第二笔 左斜 左斜呢 要写的长一点 写到 第下格里边 它占中格和下格 第一笔 右斜 第二笔 左斜 像个树叉 一 一 一 读的时候 要轻一点 短一点 这就是它 和单育母一的区别 单育母一读的时候 要长一点 响亮一点 单育母一 生母 一 单育母一 生母一 好 看下一张图片 小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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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也是生母 平时呢 我们为了区别和单育母屋 就叫它 大屋 叫它大屋 小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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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格 占中格 它有两笔完成 斜下 斜下 斜上 是一笔 第二笔呢 是 又一个斜下 斜上 两笔完成 写的时候 这两个口 这两个口 开的要一样 宽 宽 要一样 宽 好 下一张图片 往下 走 好了 有一天呀 小朋友 一 屋 一 这三个单育母 要出去玩 可是 他们年龄太小 不认识路 这个怎么办呢 于是呀 小一 请来了 他的好朋友 大一 来帮忙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小一 请来他的好朋友 大一 来帮忙 大一 拉着小一的手 于是 就组成了 整体认读音节 一 看下一张图片 整体认读音节 一 一 大一 和小一 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一 小屋 也不认识路 于是呀 大屋 来帮忙 咱们看下一张图片 大屋 来帮忙 大屋 拉着小屋的手 就组成了 整体认读音节 小屋 小屋 请谁呢 他急得哭了 这时候 大一走过来说 小屋 小屋 别着急 我来帮你 但是 但是你要把眼泪 给擦掉呀 于是 小屋 擦掉了眼泪 跟着 大一 在一起 于是呀 大一和小屋 就组成了 整体认读音节 一 看下一张图片 来 跟着叶子老师一起读 大一和小一 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一 大屋和小屋 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乌 大一和小屋 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乌 读的时候呀 大一和大屋 要读的轻短 一 乌 三个单韵母 一 乌 员 要读的 响应一点 要读的 长一点 那么后边的整体认读音节 一 乌 员 他们三个的发音 和单韵母 一 乌 员 的发音 是 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读的时候 不能拼读 你可不能读 一 一 一 五 五 一 一 一 no 这样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是整体认读音节 所以说呢 要整体来读 不能轻读 记住了吗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了 不能轻读 不能分开来读 一定要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来读 OK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 好 接下来呀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红色的是生母一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一 那么下边这黑色的三个是什么呢 是单育母一 乌 义 好 那么大一和小一 合在一起 就是整体认读音节 一 那大一和小乌在一起呢 如果说你认识汉字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四个字读出来了 是不能相拼的 不认识的字 不认识的小朋友听老师说 大一和小乌是不能相拼的 接着我们看大一和小乌 相拼的时候 组成了整体认读音节 乌 乌 见到大乌 头上的两点一定要去掉 啊 头上的两点要去掉 接着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大乌 和一乌 乌 应该怎么拼呢 好 这里边呀 也有一个规律 大乌和乌 不能相拼 大乌和乌 也不能相拼 它只能和小乌 相拼 它只能和小乌 组合在一起 成为整体认读音节 乌 乌 乌 好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总结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这个整体认读音节 乌 乌 乌 看下边的小字 生母 乌 乌 乌 分别和单义母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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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拼的时候呢 就组成了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这三个整体认读音节就是 乌 乌 乌 读的时候呀 不能拼读 只能整体来实际 这个呢 刚才叶子老师给大家提到了 只能整体来实际 不能分开来读 好了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那么 认识了整体认读音节 乌 乌 接下来呀 我们把声调 给他们带上 看看怎么来读 看看怎么来读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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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呀 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大一和小一拼写标调的时候 一头上的点要省去不写 然后再标调 然后再标调 OK 下一张图片 大乌 大乌 和小乌 组合在一起 就是 整体 认读音节 乌 乌的四声 分别是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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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下一张图片 大一和小鱼 组合在一起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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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乌 拼写的时候 头上的两点 记住了 也要省去不写 然后再标调 跟老师一起读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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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起 下一张图片 读完了 接下来呀 咱们来写一写 看看 这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乌 乌 乌 在四线格中的位置 分别是什么 我们先看 整体认读音节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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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占中格 整体论读音节 于 大一占的是中下格 于呢 占的是中格 他头上的两点 省去了 所以说老师 不能把它读成 这个乌 而应该读成 于虽然没有两点 他也是鱼 好了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跟着叶子老师一起来读 整体认读音节 一起来读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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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我们看下标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把今天咱们学到的三个单语母 一、乌、迂两个生母 一、乌和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一、乌、迂放在一起来试迹 放在一起来试迹 首先我们看三个单语母的四生 有点小,有点小,不过还是能看见的 来,先读单语母一的四生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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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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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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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三个整体认读音节的四声调 小朋友们可以把右手拿出来 跟着老师一边读一边滑声调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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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好,看右上角,这一部分是两个圣母, 也就是大一和小,大一和大乌, 中间这一部分是三个单玉母, 一,乌,义,右边这一部分是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一,乌,义,跟着老师一起来说, 大一和小一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大乌和小乌 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大乌和小乌 组成整体认读音节 看右下角 这个四线格里边 四线格里边的是 丹玉母一乌乌的写法和站位 后边是圣母一乌的书写和站位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把今天我们所学的生母 孕母和整体认读音节 进行了一个分类 首先是孕母 一乌乌 中间的是生母 是生母 一乌 中间的要轻要短 最右边的是整体认读音节 一乌 于 来,再给老师读一遍 柄母一 6 欸 柄太시고 有 이유 猻 柄 1 1 柄 柄 5 7 柄 于母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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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母 姨 Mate 孟 么 min 无 生母 嗚 有的小朋友估计都发现了 说前边有声调 这个怎么没声调呢 对了 声母上头上是不能标声调的 声调呢 都是标在一母的头上的 好 咱们看整体认读音节 一 一 整体认读音节 一 整体认读音节 一 整体认读音节 下一张图片 好了 难点 这儿 同学们要听好了 要听好了 这是个难点 有两个难点 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呢 是 一 头上标声调的时候 这一点要去调 一 一 上边标声调的时候 一 头上的点 要去调 然后 再标声调 大一 和小鱼 组成音节的时候 一 头上的两点 也要 省略 不写 生母一 和育母一 两人站一起 就是音节 一 生母乌和育母乌 两人坐在一起 就是音节乌 生母一和育母乌 一 一下 他俩 碰到一起呢 两点 就要省去 省去之后 变成整体 认读音节 鱼 记住了吗 老师再说一遍啊 鱼 头上标调的时候 点 省略 不写 大鱼 和小鱼 组成音节的时候 头上的两点 也要省略不写 生母一 和育母一 在一起 就是 整体认读音节 一 生母乌 和育母乌 组合在一起 就是 音节 乌 生母一 和育母乌 在一起 就组成了 整体认读音节 鱼 鱼 鱼头上的两点 要省略不写 下一张图片 好 这样呢 咱们把这个 一乌 于 他的四声 再来 读一遍 我不知道 同学们发现了没 其实好多内容 都是重复的 叶子老师呢 用不同的形式 反反复复的 教同学们读 教同学们认 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 来 来 再来读一遍 带育母 读他的四声 一 评一遍 下一张图片 有点小 好 放大一点 OK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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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了 发音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一 单韵母一 发音的时候 嘴巴要小 而且呢 是上下牙齿要对齐 要对齐 牙齿对齐 舌尖呢 要抵住下齿背 而且嘴角 你的嘴角 要向两边展开 来 咱来读一下 你就知道了 嘴巴是扁扁的 嘴巴扁扁的 牙齿是对齐的 舌尖抵住下齿背 嘴角呢 向两边展开 发呜的时候 双唇要尽力的 笼成一个圆形 笼成一个圆形 中间只留一个小孔 舌头呢 是向后缩的 是向后缩的 呜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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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发员这个音的时候 这个嘴唇呢 要成扁圆形 几乎就接近闭合了 舌尖呢 也要抵住下齿背 也要抵住下齿背 跟着叶子老师一起发 发这个音 啊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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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一张图签 注意 有一个要注意的点 是什么呢 第一 每一列中的字母 它的发音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你比如说 这个声母 声母 读的时候要轻 要短 语母 读的时候 声音要 响亮 要长一点 整体认读音节 语呢 读的时候 和预母的 和预母的读声 读音是相同的 也是要稍微长一点 响亮一点 那么 音 呜 呜 是 整体认读音节 应该 整体 来实际 不能拼读 不能拼读 第三呢 是 整体认读音节 可以直接 用来给汉字 注音 这儿少了一个字 给擦掉了 整体认读音节 可以直接 给汉字 注音 这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 读音 不能直接 给汉字 注音 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 啊 好了 嗯 这个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 讲到这儿 那 其实呢 我还准备了一些 课后作业 准备了一些 课后作业 准备给大家 一起讲的 但是呢 这个我的东西 找不到了 而且这个东西呢 我也没有发给 万宏老师 万宏老师的电脑上呢 也没有这些内容 都在我的手机上 啊 我准备的法号呢 但是 找不到了 我再找一下试试吧 我再找一下 看试试 能找到不能 万宏老师 咱这样 嗯 我提问啊 接下来咱 咱这个互动时间吧 我不再找了啊 我不再找那些东西了 接下来是互动时间 这个互动时间呢 请 万宏老师 还继续用你的电脑 分享评幕 好吧 还继续用你的电脑分享 咱们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把学过的东西 我要用提问的方式 或者是交流的方式 谁愿意发言了 你就举个手 举个手 咱们一起来 复习一遍 因为我的那个客户作业 找不到了吗 所以临时 咱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从头放吧 好的 非常好 把那个静音 都给打开吧 让大家都能说话 让我能听到大家说话 好不好 主持人 好的 稍等一下 好的 把静音关掉 然后让大家 在一起 交流 一起把这个 学过的知识 复习一下 巩固一下 其实我准备的那些作业呢 客户作业 也是针对咱们这节课 讲的这些内容 整理的作业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 利用这节课的内容 来来来沟通 来交流 也是可以的 咱们就看着这个来 复习 来稍微大一点 好了 这个 在这幅图里边 谁能找出来 都有哪些字母 都有哪些拼音 谁能找出来 有人举手吗 那没有人举手的话 老师就提问了啊 木橘 木橘在吗 木橘在吗 您可以来找一找 这里边的 拼音字母吗 卉卉呢 卉卉在不在 是不是静音没有打开呀 静音打开了啊 解除静音了 应该能听得 听得见了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的老师 可以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哦 好的 能听到我说话的时候 那就大家一起来 嗯 这个 任老师 礼 这有一个礼 咱们大家可以 自己主动来回答问题 好不好 主动来回答 好不好 这样的话不耽误事 要不然的话我还要找这个参会者 点开参会者 然后我再 喊同学们站起来回答问题 这样就耽误事了 咱可以主动自己积极的回答问题 好不好 好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吧 看下一张图片 如果说没有人回答的话 那叶子老师就带领大家一起读 好不好 咱们再巩固一遍 好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这怎么读 好了 牙齿对齐 对 很坏 太棒了 牙齿对齐 OK 非常好 下一张图片 来小朋友 你来读一读好不好 读一读 一的四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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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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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叶子老师一起读 叶子老师读一句 你来读一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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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老师一起读吗 读一声的时候要高高的平平的 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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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OK 这次读对了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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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声音读 放开声音来读啊 一 一 一 不好意思了 哎 这次就好一点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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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一张图片 好啦 下一张 下一张 再下一张 乌龟 哎 乌龟 乌龟 乌 乌 咱来读一读乌的四声好不好 乌 来 你先来读啊 你先来读好不好 嗯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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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要比上一次好啊 啊 在来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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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 平平的来读 而且声音要放开 再来读一遍 三声跟二声是有区别的 二声是五 从下往上 三声是先下来 再上去 五 是这样读的 四声 五 好了 下一张图片 咱们来读 一的四声 一 一 不错 有进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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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往下看 猴子 好了 我们来读 生母 单育母和整体认读 好不好 首先我们来读生母 生母 一 跟老师读 生母一 生母一 孕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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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认读 一 整体认读 一 好 好 生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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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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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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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认读 整体阅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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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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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五 一 一 三 一 一乌分别和单语母 一乌义相拼的时候 就组成了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分别是一乌义 这三个要整体来记 不能拼读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吧 整体认读音节 一个四声 跟着老师一起读 一一乌义 大一和小一拼读的时候 小一头上的点要去掉 要去掉 下一张图片 乌大乌和小乌组合在一起 就成了整体认读音节 乌乌的四声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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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有人听到大一的时候头上两点要去掉 跟老师一起读 它的四声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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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图片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整体认读音节 一 乌 乌 在四线格中的位置 大一 占中下格 小一占上中格 乌 大乌 占中格 小乌也占中格 乌 乌 大一占中下格 小乌呢占中格 好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还有我们一分钟的时间 来 把整体认读音节 读一读 然后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 整体认读音节 一 乌 乌 一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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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义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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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义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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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课件找不到了 所以说今天就是弄个措手不及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朋友们